你訂閱了嗎 我問你訂閱了嗎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 我們玩全娛樂這個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跟開啟小鈴鐺喔 台式三立偶像劇 跟鯊魚接吻 日前播出大結局 選稿戲劇圓滿收官 看了鯊魚的最後一碗 粉絲都大喊好閃好甜蜜 演員們劇中的好感情 更是延伸到戲外 劇中後的殺青酒 還有驚人的意外插曲 這個叫我哭了一句 好 好 他吐在我身上 對 那一天其實是我人生中 其實講起來滿迅能 人生中第一次斷片 真的啊 真的忘記了很多事情 那也是感謝 感謝後來大家 幫我恢復記憶一下 你知道你剛剛怎麼樣 真的假的 我都不記得 然後我們本來要說 繼續去轉個轉點 繼續相聚 他就已經在轉點的過程當中 的車上吐了 他吐在我身上 他吐在你身上 對對對 然後就換了個點之後 就趕快把他送回家了 就這樣 戲裡面的那個畫面 重見 真的 好 我去拿水 所以戲不要亂拍 覺得太習慣了 不過我很開心 因為真的看到很不一樣的紅症 我沒有看過這樣的紅症 因為我真的知道自己不能喝 所以說在殺青酒之前 我就已經跟大家說了 我說真的 我就大概一兩杯就掛了 不要灌我的酒這樣 真的掛了嗎 沒有人掛你 都是你耶 你自己很開心的在幹嘛喝 我一直問你要包開 你OK 我一直問你要包開 你OK 還自己跑去 跟我在拿酒 我以為我OK 拿酒 我以為我OK嘛 現實中重現的戲劇片段 不只有紅症吐在中央身上 根源用無劇傳輸的全新影像技術 在粉絲見面會這天 兩人也異地重演了 劇中超浪漫的求婚片段 就是紅症跟我求婚這一部分 我是真的是聽他的那個 就是他的台詞 然後流下眼淚 所以那一段 就是滿滿感動的 但剛剛那太熱了 我覺得想趕快答應 然後也太熱了 好啦 我現在知道 求婚要在什麼地方 不是 太熱 就是太冷的地方 不要趕快 對 想趕快點手 這個成功率可能會增加這樣 頂著炙熱的太陽 舉行粉絲見面會 就是要感謝觀眾 一路以來的大力支持 雖然鯊魚一句中 但演員們未來還是會帶著 更多更棒的作品回來 也要請大家繼續支持 鼓勵三力出品的 幼稚華聚啦 完全樂 陳其軒 曾喜斌 採訪報導 恭喜完全娛樂 YouTube訂閱 兩百萬 兩百萬 首創電視與新媒體 並行的娛樂節目 YouTube頻道訂閱人次 突破兩百萬 是台灣地區前十大YouTube頻道 位居台灣電視節目類 頻道冠軍 希望完全娛樂 多照顧月天 然後大家也多照顧 完全娛樂 謝謝完全娛樂 對我的照顧 最即時 最豐富 最有趣 最不能錯過 完全娛樂 觀眾與藝人 最新來的娛樂品牌 讓你無時無刻 完全娛樂